今天我在四川仁寿县的一个小山村中的山里面 发现了一座古墓 这一座古墓的主人很不简单 他是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后人评价他公彼岳飞 出征可谓将帅 入朝可谓宰相 为南宋续命118年 官至左丞相 他就是余永文 古墓的位置就在前方那座山梁的后面 这座古墓有许多传奇 其中在2009年的时候 在墓的前面有一棵古树 无缘无故的会下雨 另外还有就是传说在他的墓里面 有一个惊人头像 几百年来一些盗墓贼 就是因为这个传说来到了那里 更具有传奇色彩的 就是从他藏墓过后到现在 已经有八百多年的时间 在这八百多年的时间里 一直都有一家人 一个家族为他守墓 到现在八百多年 从来没有断续过 不知道这一家守墓人 与余成像有什么关系 今天我们就一起去 拜业这座古墓 看看守墓守了八百多年的这一家人 在对面山脊之上 就我手指的那个方向 有很多房屋的那个位置 曾经是一个乡的乡政府所在地 那个乡就叫鱼城乡 依鱼用城的名称来命名的一个乡场 四周全是群山 唯独在这一个山梁的山脊上 能看到有大片的房屋 这里就是玉城乡 乡镇的街道 整个街道都是在山顶之上 街道的规模不大 鱼有闻的墓 距离这里就不远了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里 就是鱼用文墓 又叫成像坟 这座山叫玉坪山 成像坟就在玉坪山的半山上 满山的脆白青竹 可以说是遮天蔽日 目前的广场上 有一尊巨大的鱼用文石像 虽然是文城 但自带有一种武将的霸气 石像下面 这里有毛主席在阅读二十四史的时候 对鱼工的赞誉 为栽鱼工千古一人 我们了解一下鱼用文 鱼用文是四川仁寿县人 南宋初年的名城 官至左丞相 虽然他是文城 但他的将帅才能是很卓著的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彩石之战 彩石是一个地名 当时的金国皇帝 率军功的南宋 想灭了南宋 当时南宋主帅被免职 朝廷派余用文去采石 靠劳军队 当他到了彩石之后 看到宋军 威靡不正 军心涣散 派去的大将还没到任 危急关头 他亲自赌石 向散漫的军师们演说 给将士们鼓气 整份军心 率一万八千人的兵力 与十多万的金军决战 在彩石这个地方 结果大败金军 赢得了著名的彩石之战 接着又在正江阻截金军 使得敌军泪乱 部下杀害了统军的皇帝 就这两战 可以说使南宋统治 延续了118年 余用文在朝野上下 也获得了极高的声誉 墓前很大的一块墓碑 从明朝到清朝 这里有三位之县 都对余用文的墓 进行过修复和保护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块墓碑 它是清朝光逊年间 这里的支线叫何启祥 所立的一块墓碑 另外清朝同治年间 和明朝嘉靖年间 立的那两通碑 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在旁边 这里还有一块巨大的石碑 虽然说是石碑 但是我们看 在上面 见不到一个字 旁边这里有一个凸出来的一个部分 不知道这一块石碑 到底当年是用作什么样的 侧面和背后面 都见不到有什么字 只有赞子所占过的痕迹 这么一块石碑 没有留下任何的信息 也让人们对它感到更加的神秘 在旁边 这里还有一个看起来 残缺的一个石像 看起来像是一个 残得比较厉害的一个马 作为一朝成像的墓 据这里的资料介绍 原先在它的墓的前面 有石人石碑 石阳石珠 坟前这几棵遮天蔽日的大树 不知道哪一棵树 是2009年下雨的那一棵树 一会儿我们去询问一下 这里的守墓人 鱼泳文墓 梅山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墓中还是很大的 据介绍 在建墓的初期 有墓巡两个 一千一后 墓的前面有坟台拜台 还有石头的花表 不过那些都已经毁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墓中 高有3.5米 宽有11米 长有20米 传说 在这座墓里面 有一个金人头 为什么会传说 在墓里面有金人头呢 余永文除了上过战场 也在朝廷做官 还在地方上做过官 其中他在属地做官的时候 对属地的老百姓 做过巨大的贡献 尤其是他对属地的人才的举荐 和财政的税收 以及无资的运输方面 也正是这样 他在四川的当地 民生非常的好 六十四岁去世 不过对于他的去世 诗人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余永文 去世是因为他长期的劳心劳力 落下了病根 最终并发去世 在民间 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 说余永文 是被奸臣所陷害 皇帝听信残言 最终被砍了头 这就有了传说中的 墓中有金人头 在余永文被砍头之后 皇帝明白自己错了 为了表示自己的歉意 就打造了一个黄金的头鹿 不仅如此 皇帝还曾下旨 让属地的一个家族 为余永文守墓 这些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待会儿我们去 拜访守墓人过后 我们让他们给我们讲一讲 其实我个人更相信 第一种说法 那就是余永文 因为为民为国 劳心最终病死 余永文在历世之后 皇帝追赠他为太师 并次于嗜好中宿 这也可以看出 无论是皇帝还是文物百官 都还是很认可 余永文对国家 对百姓的贡献 站在墓前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环境 背靠的是玉坪山 威鹅雄秀 左右是两山连绵延伸 形成了一个椅子的形状 墓就在山幽之上 墓的周围长满了脆白 站在这里引人如胜 现在我们就去寻访 守了八百多年的守墓人 在古墓的左侧 那里有一座房屋的那里 就是守墓人居住的地方 在这里守了八百多年 朋友们想一下 这是怎样的一个坚持 也正是因为守墓人 八百多年的坚持 才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余永文墓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一座八百多年墓的 守墓人的一个家族 就在这旁边 现在是中午的时间 不知道家里有没有人 我们先过来看一看 圆路里面好像有声音 你好师傅 我问一下你们这是这个守墓人吗 你好 鬼姓呢 心怂啊 你是那个好像是你父亲原来在守啊 是你一直在守啊 我们都是祖传传下来的 祖传传下来的 哦 祖传传下来的 祖传传下来的 有几百年了 守了几百年了 八百多年了 八百多年了 那就是十三十四代人了 哦 我们就是十四代 哦 原先我看那个照片 我看到我一个照片 好像是你们父亲的照片 哦 哦 现在就是你们这一代 传给你们一代守啊 哦 所以12年嘛 要是11年就才到我们家里了 哦 那你们也守了 我们看 十多二十多年了 嗯 哦 老人家还在家里休息 好久就休息一下吧 休息个老人家 哦 那就不打着了 不打着 诶 那个方便吗 师兄 你可以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那个 就是你们守墓的情况 小 他就是大墓正经 就帮他得了 他就是后边三年高 你还把金融则伸展住那人 有一年就来得了 那个是我们的小弟 哦 阿姨是 你这是 大女儿 哦 你是她大女儿 哦 这个是他们的儿 你们第一娃 我第一娃 最小的 哦 现在 娃娃五十多年了 文化大革命要死了 没娃娃 文化大革命 娃娃大革命是属于啥的地方 娃娃是大墓祭的娃 虽然有盗墓贼来光顾 但在他们一家人的守护下 墓没有被破坏 这当中也发生过一些危险的事情 和盗墓贼大干 而且曾经还抓住一个交给了管理部门 哦 那个时候呢 你让他们搞红色 就搞在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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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坑坑地下 搞红色 那就是 又是 跟着 就 就想挖进去 又是 还是 你挖得到的 相传是 我听到那个网上说的这个介绍 说他一个母艺的是不是一个什么 金刃头 金刃头 哦 可能就是传说吧 对 传说的是 我还想你们那个什么 你们家族也就是你们祖上 跟那个 他们就是与丞相他们有什么关系 我还是 咋回事 你们一直守护了跟布 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们主要是那个是 就那个 反正他就守护了 这个我都不同 不晓得 没有什么关系 我看他们那个 那是偶尔人人 可能卖在这个地方 因为那个什么房子 就这个地方了 哦 一直在教授 一直在这个房子 就是嘛 因为那么就说了十几代人了 可想要是肯定我们的房子 一来我们祖 我们在祖祖的分子就在这里下了 哦 你们祖父的分子在这里下了 哦 可能就是那么的菜 我们拿老娘 贪婚了 哦 哦 对我们拿老娘 哦 对 今天 我们今天才做的 哦 这好多了一个啊 好多了 讲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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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 这些都有很多 很多那些在这些 这些拼了造那些 这些来的 那些拼了 这些有土地来的 多这些都是 哦 叫宋客城 哦 你们父亲叫宋客城 我妈妈叫宋客城 我妈妈叫宋客城 哦 这儿就是宋客城 台湾了五年了 那是当务员 要干三十多年 和你都干了 灶嘛 没得吃 这灶也不是 那你 你妈妈多的 头的头啊 你老的 自从我修酒 这几年 我老的腰虫 哦 我看里面有个啥 这腰虫啊 那个腰虫 那个腰虫 还有了一个刀 哦 大姐很热心 去给我们指了一棵 会下雨的树 据说在过去 盗墓贼猖獗的时候 政府还给他们家人 发了火虫 和一些守墓的一些工具 具体 他们为什么会守这座墓 祖上也没有讲过 是祖上 一辈一辈人传下来的 这是我看了个树 他们说的是下雨 所以 搞得好生气 当时全国都空洞了 小雨老肉 就是两个活住其他 刚刚跟我们介绍的 是那位守护人 就是那位大爷的女儿 大女儿 她刚才跟我介绍 这一棵树 在这里叫夫妻树 也是非常的出名 我们看这一棵树 好像是一个香蕉树 我们刚才也在这里 寻了那个下雨的树 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 下雨 树下雨的那一棵树 是哪一棵树呢 并不是我们刚刚 所介绍的前面 这三棵树里面的一棵树 而是在 木中 就是风土上面的 这棵是一个白树 在白树的旁边 这棵树 就这一个包有红布条的这一根树 这棵树当时 人们行走在这下面的时候 就有像毛毛雨一样 洒落下来 只要有声 有人从这里经过 它就会下雨 而且毛毛雨打到什么程度 站在下面 衣服都可以打实 所以说当时这一棵 下雨的神器的树 在这里 不是光在这里 在整个全国 都有一定的轰动 很多人都莫名到这里了 最初很想找那位 就是守了大概60多年 70年代的那个老人 按我们介绍 因为他对这里了解的比较多 但是由于他现在是 中午的时候在睡午觉 年龄也比较大 我们也就不好再打扰他了 在这里 我们刚才看到有一块石碑 就这一块石碑 这块石碑被称为无字碑 也就是整块石碑上 我们刚才看到 没有一个字 非常厚实的一块石头 两面都没有字 看到这里 我们对这一个守护 这座古墓八百多年的家族 肃然起敬 刚才我们没有见到 那位守墓老人 他现在已经90多岁了 现在这里的守墓 传歌了他的儿子 他们守的是 为国为民的鱼永文 守的是 人们心中的善良 八百多年的坚守 是一种承诺 一种善良 这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